大家好 今天議員指揮官在立法院被選 那由我跟羅副 就是 召開今天的記者會 那今天先跟各位報告 就是我們的COVID-19的 確定病例是0本土病例 另外是8個境外移入的病例 還有0死亡的病例 那這8個境外移入的病例是 6例男性 2例女性 那年齡介於10多歲到40多歲 那分別來自兩例的 就是有兩岸是來自美國 一岸來自福克蘭 一岸來自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另外有三岸來自菲律賓 還有一岸來自印尼 那另外 另外就今天早上大家新聞也有報導 就是早上有第8批的BNT疫苗 82.7萬 那抵臺 那這是由台積電 鴻海 劑友人基金會跟慈濟基金會共同捐贈 BNT疫苗1,500萬劑 那目前已經到獲了 592 2萬劑 那這批疫苗的有效 有效的效期 是到明年的2月17號為止 那另外昨天總共接種了249,077 劑的這個COVID-19的疫苗 那以AD接種40,399劑 莫德納接種28,06劑 那高端接種66,49劑 那BNT接種是7萬4,023劑 所以目前的 接種人口涵蓋率是59.66% 那劑次人口比是80.09 好 那我們先包在這裏